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会 会前为何英国外长急着想见周总 美方和中方代表先后发言 各国与会代表给出了怎样的不同态度 而面对美国人的层层阴谋 周总理如何沉着应对 音音化解 日内瓦会议不为人知的故事 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中国外交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而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中国外交能有今天的成就很不容易 是一代代外交人员一点一滴争取来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1954年日内瓦会议 咱们的周恩来总理 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 斗智斗勇的故事 先说背景 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主要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当时朝鲜停战协议虽然已经签订 但是美军不甘心失败 不肯撤出南朝鲜 那个时候还不叫韩国 另一个背景则是法属印度支那 包括今天的越南老窝 柬埔寨的范围 也是硝烟一片的 尤其是越南人民军和法国军队 打得正热闹 日内瓦会议就是应国际要求 为和平解决朝鲜撤军 以及法属印度支那停战问题 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那么都有哪些国家参会呢 除了美苏英法 这四个老牌强国之外 再就是咱们新中国了 注意了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 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 进入国际舞台的重要会议 所以我国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 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率团前往 这是当时中国代表团 到达瑞士日内瓦 走出机场时的照片 当时对于新中国的亮相 西方媒体是非常关注的 看到没有 通道两侧挤满了记者 不过您不知道的是 当时有一个人 更急着想见周总理 谁啊 这位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 他通过苏联外交人员 向周总理表示 想跟他呀 先单独见上一面 您可能会纳闷啊 朝鲜战场上 咱们志愿军面对的 所谓联合国军里边 那就有英国人呐 他们是西方阵营啊 北约啊 怎么会急着 想和我们中方代表 单独见面呢 他想跟咱们谈什么呢 哎 艾登想跟周总理谈的 是印度支那的问题 您可能又越发听不懂啊 在国际舞台上 英美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吗 为什么英国人这次 不先听美国人的意见 相反他还希望 对手中国来支持他呢 不明白了吧 这就叫做国与国之间 没有永恒的友谊 只有永恒的利益 道理很简单 在朝鲜战场上 英国人听美国人的话 去了 之所以去呢 是因为他们以为 可以捞到好处 但是因为中国志愿军的介入 英国人掉坑流 他们损失惨重 那么这跟印制问题 有什么关系呢 艾登心里很清楚 如果印制问题不解决 美国迟早会参与其中 而英国呢 迟早也会被拉去 弄不好 朝鲜战争的结果 还得再来一遍 这是艾登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他希望 在日内瓦会议上 就把印制问题给解决了 这是艾登心里的小九九 那么他跟周恩来总理 见上面了吗 1954年4月30号的下午 在苏联代表团的驻地 周总理和艾登准时见面了 当时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还挺客气 可是一切入主题啊 艾登就发现 咱们的周总理呀 哎 不好对付 这个艾登给周总理吃饭 他就说 联合王国已经成了 早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国 可中华人民共国 不承认联合王国 周总理说 不是中华人民共国 不承认联合王国 而是联合王国 在联合国 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国 这里说明一下 所谓的联合王国 说就是英国 英国的全名不就叫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吗 是吧 那么周总理说的 联合王国 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必须说 其实英国是世界上 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 早在1950年1月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仅仅三个月之后 他们就发出了公函 要和新中国建交 可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两国的关系又降到冰点 爱登的话是想试探 能不能和中国呀 新中国重新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可是周总理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把话题巧妙的 转到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上去了 你要我来帮你达成愿望 那我得有国际事务话语权呢 就这么一句话 当即让爱登对于周总理高超的外交技巧 那是服了 到那天起 周总理下他的花山别墅 爱登呢 也就成了常客了 几乎是天天来 双方就和平问题谈得不错 其实啊 只要是为了和平 咱们和谁都能谈得来 因为咱们中国就是冲着和平去的呀 那么中英双方的和平愿望 能否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呢 事情当然不可能顺利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 介绍一下 画面上这位是美国时任国务卿杜勒斯 此人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 可是一旦发火啊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招下的住的了 为此呢 人送绰号叫雷管 属于一点就炸的内容 再交代一点 1953年7月27号签订的朝鲜停战协议 你应该知道啊 那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打赢战争的情况下签署的停战协议 这对于向来不可一世的杜勒斯来说 明天再说 很明显 杜勒斯这是要整妖娥子呀 果然在第二天的会上杜勒斯极其霸道 他强硬的说 美国是绝不会从朝鲜撤军的 但是中国方面必须撤军 说完 他用挑衅的眼光扫视了全场 他的这个态度摆明了 就不是来和谈的 改在第二天来说这个事 就是想给中国代表团来一个措手不及 我看你们怎么办 那么周总理是什么反应呢 不着急 咱们下去说 一个美国人拒绝和周总理握手 周总理为何依然跟他微笑交谈 顾不上休息 周总理为何连夜驱车赶往博尔尼 那里究竟有哪位重要人物在当场 近点的情景正在为何要起人命 上节说到会议刚刚开场 美国代表杜勒斯就强硬的表示 他们不会撤军 而中国必须撤军 那么作为中方代表 周总理怎么样来应对呢 话说当时 周总理面色沉稳 他理了一理身上的中山庄 走上了发言台 针对雷管的挑衅言语 周总理平和地说道 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 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 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周总理刚刚说完 全场掌声雷动 见过吗 才说几句话 全场就掌声雷动呢 这跟杜勒斯的发言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这些话 说到各国代表的心坎里去了 谁愿意自己的国家 受别人控制 只手画脚的 是吧 这些话 这个场面 当时把杜勒斯给气的 颜色铁青 结果呢 他怒气冲冲的 就负气离开了会场 走了 这里咱们插个话题 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有一个镜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尼克松走下飞机闲踢的时候 非常主动的伸出手来 跟周恩来握手 主动的有点夸张 有点早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外界有一种说法 说就在日内瓦会议的休息的期间吧 周总理刚好在过道碰到杜勒斯 就礼貌地伸了一下手 表示来握个手 可是杜勒斯极其傲慢拒绝了 尼克松认为 作为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太无礼了 所以虽然时隔多年 他呀也要弥补一下 不过我告诉你 这种说法是误传 为什么呢 因为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人 另有其人 谁 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美国的陆军上将叫 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 这是个什么人呢 此人在二战期间 曾经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 后来先后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和美国的副国务卿 也就是说日内瓦会议的时候 他正是杜勒斯的下属 但是有一点他跟杜勒斯不一样 那就是对中国的态度 他并不像杜勒斯那样冷酷强硬 相反他还多次公开表示 他很欣赏中国的文化 那么他拒绝跟周总理握手 又是怎么当自事呢 事情是这样 那天会议中场休息 周总理便来到了会议旁边的咖啡厅 结果一眼就看见了坐在不远处的史密斯 因为听说史密斯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温和 周总理认为 这是一个双方缓和一下关系的机会 于是就走过去主动打招呼 伸手要握手 可没想到这个史密斯很怪啊 看到周总理过来伸了手 他竟然赶紧一手端起桌上咖啡 另外一只手拿起放在桌上的雪茄 然后给了一个手疼不出来的遗憾表情 周总理一看 什么都没说 依然面带微笑地坐在了史密斯对面 并且跟他聊起了天来 那么问题来了 握手本来是外交活动当中的基本礼仪 史密斯你不可能不懂啊 可是他为什么宁愿把自己搞得那么窘迫 也不跟周总理握手呢 我告诉你 真实的答案是 史密斯不是不想跟周总理握手 而他不能握 怎么回事呢 原来杜勒斯那天跟周总理短暂交手 当场被弄得灰头土脸 于是他索性离开了日内瓦 让副国务卿代表他接着开这个会 但是临走之前 他下以死命令 一是禁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签署任何协议 二呢 是禁止和中国代表团的任何一个人握手 所以 史密斯虽然不是顽固的冷战派 但是因为顽固派杜勒斯是他的上级 他也就没有办法 当然咱们周总理善解人意 尽管没有握手 可是私底下他和史密斯啊 还是聊得不错 中美关系呢 算是有所缓和 至少是苗头 对吧 不过 这种缓和的苗头 仅仅只是私底下的 台面上 中美等国 那就各不相让了 到6月14号 会议开了一个多月 却始终没有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 美国人终于是按捺不住了 他们草拟了一份所谓的十六国宣言 准备带领整个西方集团退出谈判 谈不拢就退出 是不是觉得这招很眼熟 历年来他们经常这样 去年不也这样吗 是不是 换句话来说 其实他们原本就没打算和谈 天下如果太平 他们的军火卖给谁啊 对吧 但是前面说了 英国外长艾登心里是有喜要求求的 他不想英国再跟着美国去打仗了 可是又不能明说呀 怎么办呢 于是他把那份所谓的十六国宣言的草案 拿给了当时苏联的外长叫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呢 再赶紧来找周总理商量 怎么办 因为美国人第二天就要宣读这个宣言了 那么周总理给了什么意见呢 周总理看完十六国宣言 想了一会儿 最后坚定的说 如果会议开不成 挽救不了朝鲜问题 那我们也要让对方处于不利的位置 那么怎么动 第二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否定了我方提出的一切合理建议之后 正式宣读了十六国宣言 总理一看这个就跟他斗 总理做了四次还是五次发言 就是说不能够这朝鲜问题啊 虽然暂停下来了 但是和平统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这个会还应该继续开下去 当时周总理严肃提出 日内瓦与会国家应该继续努力 以其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基础上 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的谈判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周总理的话意思很明白 只要可以争取和平 就应该留下可能 当时周总理一说完 莫拉托夫就大声表示赞同 随即其他国家代表也纷纷复一 这个主席啊 那天主席 举进水子来 大家如果没有意见 我就准备通过了 这一下有个人急了 谁啊 就是那个一手雪茄一手咖啡的 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 为什么呢 杜勒斯交代过 绝对不能让会议达成任何的协议 可是对于周总理争取和平的发言 他又不能直接提出反对 因为反对周总理的话 那不就等于承认 美国蓄意破坏和平谈判吗 可如果让大会通过周总理提案 他在杜勒斯那又交不了差 怎么办 美国人强项来了 他们要耍流氓了 当时史密斯硬着头皮说 因为没有时间请示国内 美国暂时不能同意 就因为这个变相的反对 周总理的提案最终还是没能通过 不过 提案虽然没有通过 但周总理的距离力争 已经将美国的狼子野心 昭然于天下了 好 朝鲜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 大会进入到另外一个议题 印之停战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 那这次任何会议就要宣告失败了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周总理怎么克服困难 来帮助印度支那迎来久违的和平呢 咱把时间调回到 1954年的6月23号这天 这天清晨位于瑞士首都 博尔尼的法国大使馆门口 一辆黑色轿车刚刚停稳 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子便走了出来 这个人正是在瑞士参加 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 你可能要问了 既然在日内瓦开会 周总理怎么一大早又跑到博尔尼来了呢 说实话会议期间周总理要操的心太多了 国内的国际的大的小的 可以说是事无巨细 他想好好休息一下都难 但是他还得挤出休息时间 连夜赶到这里来 因为在法国大使馆里 有一个大人物正在焦急的等他谁 就是这位时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 皮埃尔孟黛斯·弗斯 注意啊 那个时候中法还没有建交 而孟黛斯也是刚刚上任 那么刚上任的法国总理 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建周总理呢 咱们下接接着说 原本说好停战 越南人为何突然不想和谈 临到签字时 柬埔寨为何迟迟不肯落笔 硬之停战一波三折 周总理如何化解美方的阴谋 而最后签订的协议 各国又以怎样的方式 来成全法国总理和平的承诺 经理了解 继续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日南瓦会议期间 周总理顾不上自己休息 一早就赶到了 位于瑞士首都的法国大使馆 刚刚当选的法国总理 孟黛斯在这里等着他 那么谈什么呢 当然是印度之拿问题 有个背景要说一下 1954年5月 也就是日南瓦会议召开期间 法越垫边府战役爆发 结果法军战败了 而正是因为这场战败 导致了法国主战派政府的倒台 孟黛斯由此在新的选举中当选总理 要强调的是 在就职宣誓当中 孟黛斯向法国人民承诺 7月20号前一定签署停战协议 否则他就引咎辞职 这就是孟黛斯急着见周总理的原因 距离他承诺的日期 已经不到一个月了 而法国人也很清楚 他们光靠自己 那是搞不定越南的 怎么呢 当时在印制问题上 西方国家和越南争论的焦点 是越南军队有没有进入过 柬埔寨和老挝 因为这三个国家 虽然当时同属法属印度之那 但是各有各的界 越南军队如果进入其他两国 那别人就可以说是侵略 这是最麻烦的 如果你不承认 那局面就会僵持不下 如果你承认 美国肯定会揪着不放 以越南有侵略意图为借口 趁机扩大战事 怎么办 还得说咱们的周总理 大智慧 周总理提出了一个 重肯的意见 越南人民军有没有进过 柬埔寨爱和老挝呢 有 承认进去过 但是要强调 现在都已经出来了 如果还有部队滞留在那里 那就按照一切外国军队 都要撤出这个原则来解决 也就是说 不光越南军队要退出 法国军队也必须退出来 这就是日内瓦会议 正式讨论印制停战问题之前 周总理提出的方案 那天听完周总理的意见 爱登啊 就是那个英国 英国的外交部长 大喜过望 立马把这个意见 转达给了法国总理 孟代斯 于是便有了孟代斯 迫不及待要和周总理 面谈的那一幕 然而 谁都没想到 就在大家伙以为 有望和平解决 印制问题的时候 一个突发状况出现 一直盼望休战的 越南方面 突然不愿意和谈了 为什么 孟代斯是主和派 可是他刚上台 内政不稳 如果因为不能及时 达成停战协议而下台 那和平对于 饱受战争折磨的 越南人民来说 可能就遥遥无期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越南方面突然变卦呢 1954年7月3号 趁着休会的空档 周总理急匆匆赶到了柳州 这里已经有两个人 在等着他了 谁呢 一个是越军总司令五元甲 另外一个则是 周总理几十年的老朋友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吴志明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呢 这两位也没瞒着 说我们知道 孟代斯公开许诺 一个月签订停战协议 既然如此 那该着急的是他呀 咱们正好可以趁机 提出更多的条件呢 再往后的话 那就更不客气了 就算和谈不成 那就接着打呗 原来是这样 周总理听完之后 想了一会儿 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现在越法战场上的兵力对比情况怎么样 五元甲表示 压力比较大 电边俯制战之后呢 法国又在增兵了 接着周总理又问了 假如美国不干预 法国照这个样子继续增兵的话 越南人民军要多久可以取胜啊 这一问 五元甲就皱了眉头了 要想彻底胜利 没个三五年 根本不可能 注意 这还是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 可是美国会不干预吗 您看看 就这么简短的分析 问题就很清楚了 既然打仗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只剩下和谈一条路了 而此时正是和谈的最佳时机啊 当然 说服了胡志明和五元甲接受和谈 周总理并没有着急回日内网 他在柳州又待了三天 和胡志明和五元甲 等等这些人吧 连开了八场会议 谈什么呢 谈停战之后 到底是就地停火 还是像朝鲜一样 划三八线南北分区 具体呢 咱们就不细说了 在周总理的积极协调之下 最终与越南方面达成了 南北分区的停战策略 到这儿 周总理悬着的一颗心 才算是放下来了一半 可是您不知道 他刚刚返回日内瓦 竟然先后就传来了两个糟糕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一个是孟代斯 并没有说到越南方面关于停战的协议 另外一个消息是 杜勒斯打算几天后 在巴黎开一个英美法三国外长的会议 专门讨论印制问题 我问这什么意思 明白这是破坏日内瓦会议不成 就直接去破坏印制和平了 而要命的是 如果孟代斯返回巴黎 被杜勒斯一威胁怂了 那前面所有的努力 岂不是都白费了吗 怎么办 当时周总理呢 也来不及休息 立即找来越南代表 范文彤跟他彻夜长谈 一条条地分析越法和谈的好处 一番长谈之后 范文彤的态度终于是转变了 离开花山别墅之后 他立即找到孟代斯 表示愿意和谈 那么这个时候 孟代斯是什么态度呢 必须得说 尽管美国方面想方设法阻挠 但是孟代斯的和平信念 没有被动摇 得到消息之后 周总理啊 总算是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但是 那之后就一切都顺利了吗 没有 就在协议即将签署的时候 平地起波澜 原来啊 7月20号晚上 就在大家伙儿 等着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 柬埔寨方面 却突然表示 不愿意签字了 不管莫勒托弗和其他英法外长 如何劝说 柬埔寨外长 泰普潘就是不肯松口 眼看着12点一到 孟代斯许诺的签订停战协议的 最后限期就过了 泰普潘为什么临时又变卦呢 面对三位大国代表的质疑 柬埔寨外长说了 我不签署协定 是因为它限制了柬埔寨的自由 柬埔寨打算结盟 让每一个国家在柬埔寨建立基地 这个话一说 大家当时就明白了 他说的 这每一个国家 肯定优先指的是美国 看来美国又以经济援助之类的 诱饵给他们下套了 可是美国人没有想到 对于这一切 周总理早有预案 怎么样的呢 原来就在签署一事之前 柬埔寨外长泰普潘找过周总理 他觉得日内网会议的宣言里边 对撤军的期限定的太宽松了 他认为应该用最快速度来撤军 就是这个细节 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 他感觉肯定是美国人在背后搞动作 所以他在送走泰普潘之后 立刻就找了莫勒托夫和范文彤 和他们一起再次敲定了协议的具体细节 并且再三嘱咐 在停战协议签订的时候 如果柬埔寨再次提出要求 为大局着想 要尽可能的让步 而正是因为周总理提前打的这针预防针 最后终于在其他三国都做出让步的基础之上 所有的交战方代表 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美国人破坏印制停战的阴谋 也被彻底瓦解了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由于意外变故 协议签字的时间拖到了7月21号的凌晨3点 但是在停战协议上写的签订时间 却是7月20号的24点 参与签字的几个国家代表 用这种方式成全了孟代斯对于法国人民的承诺 毕竟和平来之不易呀 好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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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